段子手是什么 会说些搞笑 昏段子 的是段子手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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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神回复的网友才会理解段子手的精髓所在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异样迁徙 曾经的那些神回复吧 这真真的是高冷外表 下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也希望千禧在段子手的道路上一去不返吧 欣赏完千禧的神回复之后 我要考考大家了 你知道段子手用英文怎么说吗 witty talker witty的意思是会写的 会说俏皮话的 talker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语 许多同学喜爱的脱口秀 就是音译字英语talker手 因此talker在网络时代 就是指那些健谈的人 那么witty talker就是指那些幽默 而又健谈的段子手们了 我本来想成为一个作家 结果却成了段子手 poster poster这个单词来源于 pub 而pub的意思是双关于 俏皮话 文字游戏 维基百科中称和pah有同样意思 还有 不过太长了 因此大部分人还是用的pah在pah后面加上后缀自作的人 与 也有段子手的意思 而作为动词可以表示说笑话 说俏皮话 因此加上后缀 也有段子手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